中泰免老四方联合行动 惩治免北嘎腰子的专项打击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央视新闻2023年8月15号至16号 中国公安部泰国警察总署 缅甸警察总部 老挝公安部在泰国清迈 联合举行针对本区域赌诈及涉及 衍生人口贩运 绑架非法拘禁的专项合作打击行动的启动会 终于开始了 各方决定在泰国清迈 共同建立专项行动综合协调中心 并针对赌诈猖獗的区域 设立联合行动点 以更加紧密合作 更主动的攻势 更专项的行动 严厉打击本区域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 坚决扭转人口贩运及绑架拘禁等犯罪的高发态势 各方表示将用实际行动将那些仍不收手的 赌诈犯罪集团发出严厉警告 向国内外展示联合打击行动的决心 缅北嘎腰子这个事呢 在这个区域呢 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个事呢 恶劣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影响到泰国老挝缅甸等国的旅游行业 使得呢 很多地区已经变得非常的贫穷了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呢 是依靠旅游收入来这个什么发家致富的 如果一旦没了旅游 这个旅游这块人少了的话 他们赚不到钱了 很有可能他们也被卷入到这种非法犯罪的这些集团当中去 使得呢地区安全再一次变得岌岌可危 所以呢 这一次中国泰国缅甸和老挝呢 开始启动这种合作框架了 以后会不会涉及到柬埔寨和越南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四个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泰国缅甸老挝四方的三个国家呢 没有什么能力 他们没有能力呢 他们需要中国的帮忙 中国呢也顺其自然的去帮助他们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合作呢 就是各取所需嘛 而且这个合作四方合作呢 他这个东西如何评价呢 应该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机制 以后再说为什么相对合理 今天的节目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地区问题 以及分析合作的这个框架的政治经济学价值 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地缘政治的 有关于地缘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缅甸北部嘎腰子这个事呢 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 为什么说是发展问题呢 因为本地人没有什么活路 本地人没有什么其他的赚钱机会 他只能这么办 缅甸呢很像谁呢 很像拉美地区 尤其是中美洲 这些中美洲地区呢 也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政府呢比较无能 政府呢已经成了失败的政府 然后呢很多人流离失所 没有办法得到赚钱的机会 就进入到了毒品集团 当他们跟毒品集团黑社会合作了之后呢 他们就能得到一线生机 缅甸的情况呢 虽然跟中美洲还不太一样 但是整个这个操作模式呢差不多 缅甸北部我们也知道 军阀割据民族和部族林立 缅甸政府呢没有什么办法 缅甸政府根本没有办法 那是肯定的 而且这些军阀呢支持了很多产业 而这些特殊的产业呢 包括色情赌博 电信诈骗和器官买卖 所以呢这个里边呢 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缅甸嘎腰子这个事呢 已经家喻户晓了 因为这个事家喻户晓了 才能影响到东南亚的旅游 东南亚如果没有旅游 这一波收入的话呢 情况呢非常非常的不好 缅甸的问题呢 我们也知道由来已久 原因是什么呢 英国殖民时期呢 他们把缅甸呢 分成南北两部 南边呢 之前的缅甸王国 以仰光为中心 总督统治 北边呢 基本就是部落 而且北边这个部落呢 基本就是散养和托管 我用了散养这个词呢 可见呢 英国当时的统治多么混乱 而这个混乱就带到了缅甸独立后 缅甸独立后呢 虽然包括缅甸北部和缅甸南部 但是缅甸中央政府 尤其是在仰光和后来的内比都政府呢 很明显没有办法呢 让北方呢 完全的臣服 然后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对北方呢 进行有效的控制 比如北方现在克钦族 他们自己呢 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 善邦向来是军阀割据的地方 善邦的中间呢 有两个有两个区 一个叫瓦邦 一个叫国改 这俩地方 现在他们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他们打的电话是国内长途 国内长途接昆明的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的混乱 在民族上呢 也有也有区分 南边的缅族 是缅甸王国为主体的 北边呢 属于汉藏羽系 与印度东北部 以及中国云贵地区的民族的比较相似 也就是说呢 除了之前的统治之间的不同 多样性以外 和后来的呢 民族呢 也有非常大的分歧 所以这样一来呢 缅甸的中央政府 由于民族问题呢 始终跟北方呢 也达成不了协议 双方呢 就成了三不管地区了 使得呢 传邦也好 然后这个北边的这个克钦邦 西边这个若开邦 这都基本上缅甸北部呢 就是这些三不管地区 而这些三不管地区呢 是让缅甸政府 缅甸政府没有能耐 管也管不了 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这些地方 形成的形形色色的问题 包括毒品 包括色情 包括网络诈骗 现在呢 已经威胁到整个 中南半岛的发展安全了 中南半岛 很多国家都是受害者 其实网络诈骗这块呢 全球都有 网络诈骗集中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菲律宾 第二个是印度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缅甸 缅甸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恶劣 缅甸的恶劣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 一个整套的产业链 然后全方位的服务 你被骗进去了 先是那什么 先是参加培训 培训完了之后 你要刷业绩 刷KPI 你这KPI刷不到的话 你就进水牢 你进不了水牢之后呢 你就进奴役 进奴役之后呢 搞不好呢 你的器官呢 就被割掉 会贩卖 然后你自己呢 就不了了之了 就这么一回事 就人间蒸发了 就然后呢 你进去的人 骗进去的人 很少呢 能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他们形成这个产业链呢 已经可以达到自己自足了 而且这个产业链的上面 就是军发的支持 而且这些军发 它是什么 有这些军发的存在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些军发存在 在当地 是可以形成一种 就是说 自己自足 自做 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 当地人呢 没有其他的产业 当地人也没有什么 发展的机会 他们就变成了 军发的这个奴工 或者军发的这些 就是说 他们 他们怎么说 依附于军发了 就这么一回事 这个里边还有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 比如说客亲帮 客亲帮主要信的是基督教 若开帮是伊斯兰教 之前呢 我们也知道 罗兴亚人 前几年还成了问题 缅甸 北部 和缅甸整个这个国家 它最大的问题 还真不是 就是说嘎腰子 嘎腰子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这个背后的问题是啥呢 就是欠发达 就是穷 就是没有工业化 没有进行完备的 内部结构改革 缅甸这个穷呢 而且在整个东南亚 整个亚洲都是另类 你说吧 亚洲发展最差的 除了东地问 民族性不是很强 一个一个岛国 一个小小小岛子 里边一大堆部落 那可能就是他 这除了东地问 可能就是缅甸了 也门他穷是另外一个原因 也门关键是他内战 已经打成 已经打成月球了 他能不穷吗 所以呢 缅甸发展另类产业 形成产业链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表象 表象是他背后 他不发展 他不发展 他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民众没有其他的生存方法 就变成了依赖军发的统治形态 缅北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们讲三线建设那一集呢 我们也讲过 就是赞米亚山地民族的特性 什么叫赞米亚呢 赞米亚这个地方是大江大河高原 然后山谷林立的地方 这些地方 这个每一个山谷 每一个每一个村 每一个山区都有自己的村落 都有自己形形色色的语言 和自己形形色色不同的文化 如果没有这种工业化 他们始终会保持这种形态 这个赞米亚西起拉达克 涵盖整个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 以及中南半岛的北部 整个这一地区呢 之前是一个独立的板块 而这个独立板块 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隔开了东南亚和南亚板块 以及东亚板块 或者就是中国这个地缘板块 然后我们也知道 如果印度想达到绝对的安全 必须控制青藏高原 中南半岛 东南亚想达到绝对的安全 必须控制云贵高原 但是赞米 当这个赞米亚地区 形成了就是说 他们独立的板块的时候呢 就可以成功的把南亚和东南亚 以及东亚呢 隔开 隔开了之后呢 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文化 如果始终是这个样子的话 他们能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 但是恰恰是有了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结果是什么 三线建设是他的结果是把工业一体化 就是说赞米亚地区的工业 使得他在成形成了一个依托东亚这个板块 依托中国的形成了整个的一个工业一体化 为什么三线建设的重要呢 比如说在潘芝花建立了钢厂 比如在六盘水建立了煤炭生产基地 以及以及这个哪 以及成都和这个重庆建立了这个兵工厂和重工业基地 他就形成了以重庆 潘芝花 六盘水的工业铁三角 以六盘水 潘芝花 昆明的清工业铁三角 以及重庆 潘芝花 成都的工业铁三角 这些铁三角的建立 使得中国的西南地区 或者赞米亚的中部地区 尤其是云贵高原 他们变成了工业一体化的一部分 就整个中国工业一体化的一部分 使得赞米亚地区攻守一室 什么叫攻守一室呢 这些地方中国就可以完全的实际的 通过现代化的方法进行控制了 同时也控制了整个南亚和东南亚两个板块 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 当你控制了上游地区之后 使得南亚和东南亚两个板块 从理论上变得不再安全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个就是地缘上这是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说缅北 它是传统赞米亚山地民族特性 一个小山头就一个部落 跟之前的云贵地区差不多 因为有了三线建设 才有了工业一体化 才进行了完全的结构性重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三线建设 给我们了一个答案 给我们了一个就是说 完全解决缅北问题的一个答案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基建 通过工业一体化实现发展 然后使得当地的民众 有机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不是专注于一些特殊的产业 因为特殊的产业它产生了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是因为它没有希望 关键在这块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地区问题是什么 割腰子诈骗 这都是表面现象 欠发展欠发达欠工业化 这是主要的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去整合和工业一体化 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再去看 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四方的联合行动 它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在这个基础上 看到合作共同打击犯罪 这是合情合理 因为现在已经影响到各国的这个旅游了 尤其是泰国缅甸和老挝 影响到他们的旅游 影响到他们的很多的第一产业 和当地小的这种城市的产业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要采取行动 因为呢这要威胁到他们国家的安全 但是呢通过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模式 工业一体化解决发展这个模式呢 很显然这是治标不治本 他呢打击了犯罪 打击犯罪只是表面现象 解决了表面现象 但是实际的问题呢 他始终没有解决 之前呢我们也讨论过 在我的社区里呢 我也讲过 就是说针对缅北这种诈骗这种行为呢 中国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当时呢 我也我也想到了其他的几个方法 比如说中国出动特种部队 甚至特别军事行动 把缅北给占了 然后把缅甸给捏了 捏了之后彻底控制印度洋 行不行 可以这么做 但是这个地区毕竟呢 是一个地缘敏感地区 我们也知道缅北呢 就是缅甸 它的地理位置是什么 这个地方 它是印度板块 东南亚板块和东亚板块 现在东亚板块已经延伸到这一地区了 延伸到这一区地区了 形成了三个不同地缘板块的交汇点 这个地方呢 它三不管 它是有原因的 三不管 其实呢 从一种从某种程度上讲呢 它是一种就是说部落当中的 当初整合当中的 当时这个地方就落下了 使得呢 它得不到这种发展 另外还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三不管 其他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三方 无论是东南亚也好 无论是印度也好 无论还是中国也好 这个地方呢 它始终的保持一种默契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 我们共同敌人是美国 我们共同敌人还不是在这个地区 美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这块能不能被解决 我想的大概率事件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 相对敏感地区 尤其是如果当时 如果如果这个时候 中国的特种部队 或者特别军事军事行动 进入到这一地区之后呢 那印度会什么反应 东南亚会什么反应 大家呢可想而知 所以呢 这个地缘板块三个交汇处 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还得通过合作协商的角度呢 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合理的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治标不治本 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 三线建设整个赞米亚地区 西齐拉达克 东到老窝 基本上就攻守一室了 形成了 以这个 就是说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了 就是说中国 彻底的统治了这一地区 彻底的整合了这一地区 变成了就是说工业一体化的一部分了 而且呢 中国控制了大江大河的上游 使得南亚东南亚两个板块呢 没有办法进行防御了 这样一来呢 使得他们呢 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刚才直接出兵呢 现在这个时候显然不行 所以呢 通过合作框架 还是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要通过合作框架 哪怕是治标不治本 能打击一下犯罪呢 是可以的 惩治一下 缅北割腰子这个事 然后呢 让这个事呢 不是很大 所以呢 才有了今天的这个合作机制 这个合作机制 为什么 大家也明白过了 尤其那东南 东南亚这几个国家 他们也知道 在这些事再多了的话 一方面 一方面是什么影响到他们当地的收入 当地的经济发展 当地的旅游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如果你把中国惹毛了 中国如果到时候真的单方面出兵的话 你们现在是什么 给你们机会合不合作 合作 那好了 咱们一块合作 如果你们不合作的话 那我出兵就有理了 我出兵有理的时候 到时候可就没你们的什么事了 关键点在这块呢 所以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无论怎么着 合作打击犯罪 也或者是单独出动特种部队的话 特种警察的话 治标不对本 真正可以解决的是什么 还得是需要发展 还得需要基建 如果当中国的这个泛亚铁路 进入到了缅北地区 进入到缅北地区 对缅北的整体的这个社会结构呢 进行重构的话 然后让他们成为东亚发展板块 中国这个板块的一部分 或者东南亚板块的这个一部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么情况就好办多了 我们现在也知道 因为中国控制了大江大河的上游 现在使得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方 地缘战略的一个价值呢 已经大幅度缩水了 尤其是越南 地缘价值已经基本归零了 所以中国呢 将有条部分的呢 以后呢 在东南亚 尤其在中南半岛上布局 把它囊括到了中国这个地缘发展板块的一部分 那这样一来呢 以后呢 我们慢慢的会看到通过发展通过基建通过工业一体化 使得缅甸北部融入到中国和东南亚的整个的大发展板块的形势之下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联合行动 联合行动是惩治缅北割腰子这种事 它是什么呢 表面上把这些东西呢 先压一下 把这压力呢 先减小一下 把这个影响呢 先那个缩小一下 以后还得需要发展 还得需要基建 还得需要区域整合 还得需要社会改造 否则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听见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